歡迎回到射爆周圍遊這個頻道 今次這條影片是一個客比的號外篇 我想說的是我載了一個 tour 就是爬獨木舟的 去一個景點路線就叫做 Altai Link 這樣的地方 Altai Link 其實就在這個攀崖灣 中間的右手邊的位置 在澳南海灘的區域 你會駕車上去大約 40 分鐘左右 其實過往在泰國其他地方 都參加過一些類似的 撐獨木舟出海的活動 但我自己本身就挺喜歡這些活動 因為一方面就是你在玩水上活動 另外就是你自己撐住那個艇出去 那些地方的看風景 就有些成功感的感覺 就好過你只去開一個船 載著你去在那些岸邊 看看這裏看看那裏 見到這個白色虛線的路線圖 就是這個Altai Link 可以走的路線 其實大部份都是一些沼澤地區裏面的河道 但其實未必每一次的tour 都可以走一遍所有全部的路線 因為其實要視乎每一個水位不同 例如好像今天這樣 導遊先生就說 今天的水位會比較低 應該是不會走一遍整個虛線的路線 我們首先出了一個大海 沿著旁邊的石山 就看看有一些岩洞 或者一些山上奇形怪狀的石 然後就會開始進入一些比較低窪 好像沼澤地區那樣的河村裏面 首先我會進入一個 給一些很漂亮的石山圍著的一個小沙灘裏面 這個小沙灘我感覺有少少 好像拍一些尖時邦電影裏面的無人島 在一個小沙灘看出去的海 是不是有點像世外桃園的感覺呢 現在出外去摘到這些團 其實都很好 因為人不會很多 就不會像以前那樣的迫劫 但同時有一件事 可能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你不是每天都成斷 我本身都想盡量拍多一些 在兩邊的石山上面的 有一些風景 但因為兩隻手要在爬 那個獨木舟 所以盡量拍多少就拍多少 那天其實就不是那麼好天 也是陰陰天的 但都很好 因為其實都沒有下雨 也有一個好處 一來就不會曬孔自己 二來其實當你出到大海那裏 都不會說很飄或者很大浪 這樣 那撐這個獨木舟呢 其實整個過程 我想大概一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 鬆一點 都不會太久 其實 但是我先前聽過 有一些其他人的評論 就說 都很累 其實這個也是個體力挑戰 其實我想女生參加這個 那兩隻手其實撐完都會挺累的 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撐到一半 覺得很累 就要自己很堅持 才可以再撐完全部 回到原點那裏 撐一下撐一下 就看到兩邊的樹 越來越低越來越近自己身邊 還有那些水就越來越淺 那導遊先生就說 差不多了 到這裏 因為前面已經沒有太多水了 他說因為那些水就越來越淺 所以這個獨木舟 就應該繼續爬不到再前進幾多 那還有呢 他說如果那些河水太淺 沒有水 他說就會有機會 真的會見到有些鱷魚在那裏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會有鱷魚呢 就真的不知道了 那怎知道鱷魚也見不到 那導遊說 上面有一條小蛇在那裏 那 那 我肉眼都見到的 不過鏡頭拍上去就拍得不太清楚 所以在畫面上面走 大家未必見到一條小蛇 那我記得以前去布吉島 製造一些類似的活動的時候 都是撐住一個這樣的獨木舟去出海 但是呢 看那些就是 比較多一些 一些穿越一些 一些石山底下 一些岩洞 那 就可能去到中間一個石山圍住的 好像一個 湖 那樣的地方 就 你伸手下去 可以拿到一些海底泥 那樣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來敷面 那 但是呢 今次去客比這個 就是 都是在一些沼澤區 但是呢 它就好像一條條河 一個河道 那樣的地方 比較多 那我們應該都是撐了大約 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 那我們就開始回程 回到剛才出發的方向 那在撐回去回程之際 突然間 後面的導遊先生就說 咦 水上面應該有一隻鱷魚BB 在游水 那現在圈著那個 有少少見到 黑黑的凸上水面 其實就是一條鱷魚BB的背部 來的 那導遊說 就不要特地撐近一點 去看 因為不知道會不會 鱷魚媽媽 其實在一條鱷魚BB的旁邊 游水 來的 那好啦 那我們撐完這個 今天可以去到的路線之後呢 就撐回去一個淺灘那裏 拍照這樣 那接著呢 就吃完午餐 就開始回酒店了 那這次加入一半天的旅程 其實我覺得挺划算的 因為其實都不用200元港幣 那包含了酒店接送 那又連一個午餐給你吃 那所以我覺得都挺值得推介一下 那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按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訂閱和按鈴鐺 訂閱和按鈴鐺 看, parliament 到 safety 就要看 那麼多銀鐺 說